各位,這是來自維基百科 我已經提到,以色很可能有一個秘密命令 Henobo Directive 是否真正存在,我們沒有資料 這是一個非常機密的東西 基本上是1986年期間 因為以色列軍方在黎巴嫩那邊被捕走了 於是大家嘗試交換戰夫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以色列那邊提出一個所謂的概念 我們以色列軍人被捕捕之後 死了就不會花更多人力去救你們出來 這個所謂的Henobo Directive 有沒有文字版呢? 很可能有,一個秘密的文字版 不過這個只會在高級官員那裡才見過 至於低級軍官來說,可以有一個口頭的命令 如果遇到以色列軍人被捕的話 我們就要擊敗這些恐怖分子的時候 擊敗對方的時候 也不用珍惜是否要被免擊敗以色列軍人 是真是假,我們不知道 但這裡起碼有一次軍事演習 就是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當一個以色列軍人被捕捕之後 如何解救呢? 我們不知道他的演習後的結果如何 但這裡講到在這個情況之下 舉了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什麼時候呢? Capture a single among the 11th issues involved in the 7th reported 有7個事件之中 裡面有11個以色列軍官有關 而這麼多人之中,只有一個人是成功逃生的 其他10個都玩完了 所以這裡有一個可能性 這是真的有其事 而對自己的軍官是這樣的話 對以色列平民 以色列各方面也似乎沒有特別留意 如何避免傷害到自己的市民 是否真的?我們不知道 所以這個只可以跟大家在維基百科這裡拿個資料和分享 這裡也講到 我家裡 我先父的家裡 對我們先父的那一代人來說 也有一個類似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家裡如果有子弟被人俘虜了 需要賺錢救 那麼我們的家族是絕對不會是用錢救自己的子弟的 那麼各位那些子弟不肯被人俘虜了的話 你想想自救吧 那家族是不會出手的 這個有點像Hannibal Directive 不過我們就不至於說我們子弟被人俘虜了之後 我們可以在反抗之中 子弟的生命不再重要 我們很明顯一個家族不同一個軍方 我們不可能對捉人的人採取一些軍事行動 但是我們家裡先父那輩 當然我沒有 他們家裡已經有個明確的指示 是告訴附近所有人知道的 其實這件事可以使得一些劫犯 對我們的家族的人不會虎視眈眈 起碼知道的就是捉都沒有用 這個家族是不會用錢救人的 那如果你為錢的話就不用想了 這個可能是一個想法